王健民怎麼可以讓他去呢 這個家不就是這樣子嗎 答應了 你答應別人了 你答應別人了 對 工作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不去呢 對 王健民 插一個 來 你呢 我會跟他說 上 因為工作就是工作 但是不行 這個我覺得方式不對 別人的公司是別人的 不是啦 因為我 我跟藝人交通的方式 都是半開玩笑的方式去講的 因為我會直接是告訴他們說 工作是工作 可是你私底下所有事情 都可以讓我知道 我能幫你處理的 我可以幫你去喬時間的我去 可是工作還是第一優先 對 其實這是工作嘛 當然就是 王健民 你有點富人之人 尤其是他對他非常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會 把他捧在手掌心疼成這樣子 而且他有一些小錯誤 他都會包容到他 我有時候會生氣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要教 不是用寵的 這個小孩子寵出來的 後來我們兩個會傻眼 妳知道嗎 妳忘記了 媽媽沒有那麼好 我以前也是被他 一路這樣罵過 他以前也是很多小細講述 但是我跟你說 他在你的面前會做這樣的 但他自己他是寵你的 我發現啊 現在小甜甜 我現在要 我們兩個要 我經常跟他說 我們要教他 我們不是寵他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 讓小甜甜在這個演藝圈 讓大家看到我跟我說 你們家甜甜最近好有禮貌 然後呢 工作態度又好 小甜甜這個時候已經想哭了 我都已經被他改變到 你知道我對男生的審美觀 已經被他改變到說 我未來要嫁 就像曾志偉這樣的男人 真的 而且我上次看到志偉哥 我還問他說 你覺得我們像不像一家人 我已經整個都 我會努力在改變我 我真的傻眼了 我因為 因為我就是站首映嘛 然後曾志偉站這邊 我站這邊 他站這邊 曾寶儀站這邊 拍完照之後 他就跟曾志偉說 你覺得我們像不像一家人 然後曾志偉就三條線 因為重點三條線是因為 其實豬島呢 前一天晚上才跟他講 他非常棒 他的腦海內 已經有小甜甜這三個字 他突然間跟他講說 那我們像不像一家人 他覺得他該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對 也不是那曾志偉大哥 就跟我講說 我知道你啊 豬島一直跟我講 我問他說 他就跟我講說 豬島是這樣子形容我 你才知道這件事 好有畫面喔 好有畫面喔 經紀人不是新媽 新媽就是看你什麼都好 就像你媽媽一樣 對 七天拍完的時候就翻臉了 不要拍 我們不要拍了 我幹嘛來嗅苦啊 就像我小的時候拍戲的時候 日日有的時候拍到我早上 我媽媽衝進那個腹空 就是看我 我睜大臉 因為我已經拍完了 我還在那看過代 我媽說 你幹嘛在這... 老婆嚇得說哪個惡女來了 我媽媽就是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回家睡覺 你在這幹嘛 你眼睛真好大喔 回家就累成那個樣子 新媽就是不要 心疼 對不對 但是新媽就跟經紀人不一樣 不一樣 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所以我還要再問一問 還有啊 好嚴厲喔 怎麼了 如果 如果你的藝人 脾氣不好 他在工作的時候 走出去了 然後跟你陪著工作人員 吵架說 我不幹了 我現在不錄了 你怎麼對的 就是我媽媽帶我走的那一次 我覺得這樣是我印象當中 最嚴重的一次 所以我現在就已經在行前 教育所有的新人們就是 什麼事情回公司再說 不可以去的時候 已經答應好的通告 說我不錄了 不行 我覺得我今天裝不好 我要走了 什麼事情就是回公司 我覺得應該讓經紀人回答 我真的不是經紀人 如果我的公司 有這樣子的藝人的話 我會把公司收掉 因為沒有意義了 導致我跟你 我跟你之間的默契 原來連這個東西 你都可以做 這樣的事情 你都能做的話 那我簽你幹嘛 所以一個藝人 你要知道他是不是適合這一行 是 所以從小地方要看 從態度開始 什麼叫敬業 敬業 你知道嗎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現在每次 會是跟妳在工作的時候 我跟妳APP 妳叫妳加油 然後加油 然後 重點是他 我已經改三個通告了 你知道嗎 然後時間已經接得很累了 然後他還要APP我說 酬勞要收好 現在是什麼老闆 我已經被妳搖成這樣子 我們家吹寶儀 我們家吹寶儀要搖 我也來搖 幹嘛 我媽要讓人家搖 我不知道 我也是一個人 等一下 我要再要問你們 如果 這個當然是 妳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說 我是 我是要擔心小甜甜啦 如果小甜甜或者妳的藝人 一定有俊男有美女嘛 對不對 對 來 一個來跟妳說 我有小孩了 妳剛剛做什麼 好棒 妳知道 這就是我所期待的事 但他為了這件事 把我帶到陽明山上 我嚇死了 為了他把我推下去 又買起來 他就知道我勸了 勸了一個多小時 這不是很好的事嗎 他迫切地想要有一個小孩子 我們今天講得這麼帥